经典热点 咱们放大一点 首先要问沙沙了 想不想 繁老还童 长生不老 想想想想 不仅是我 你不想 大家不想吗 这是我们自古以来追求的终极目标 我跟你说 特别 对 我了解你的心情 冷静一下 繁老还童 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科学研究 从像吃糖丧肉开始 到今天科技如此发达 我们就发现 繁老还童这项技术 我们找到了 是不可能的 那你说干嘛 真的是不可能 那你说这就怎么回事 就说前不久 南京有一个所谓的李教授 厉害了 李教授 凭借自己阴阳五行和自己的气功 我告诉你 我一摸你的脸 我就能让你繁老还童 我还我一摸里的脸 还我票票钱 就分老还童 这一听就说仇物包子 这一听就是假的 一听 你就是个没钱人 怎么的 还有人信了 他信了 打钱过去了 打多少钱了 被骗了多少钱 68万 哎哟喂 南京市民文女士 事业小有成就 总想着能让自己更加年轻貌美 为此她付出的代价不小 收获的苦楚也不少 最近花了68万 就被人摸了14年 我觉得我中了一个圈套 文女士拿出一张刷卡单 刷卡日期为2016年11月26日 金额为68万元整 支付对象 名叫南京市秦淮区文乐创美中心 而实际消费地址 则是位于傅春江东街的名式造型 她说是6万8 我心里在想 哇6万8挺贵的 结果她说6万8是一次 我需要做10次 所以就她要刷我68万 文女士表示 她之前看到了一则广告 声称一位名叫李泽新的教授 依据中国养生美容 阴阳五行 结合韩国成熟的整形技术 也及欧美丰富的抗衰老经验 经过多年试验发明了 反老还童术 不开刀 不注射 不吃药 三天就能年轻5到20岁 第一它是改变你的肌肉的走向 然后呢 就是骨骼的缝隙 就是它有枕骨的这个在里面 就是枕骨不是我们老中医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吗 然后通过它的气血 它气功 它可以就是达到你的这个筋膜层 知道吧 就是把你的这个这个整个的就是脸骨盒 带这个肌肉 纹理 缝隙 全部 组合的就是不完美的地方 懂吧 让它重新 就是让它重新组合 完了以后生长 听起来挺不靠谱 但经商多年的文女士 怎么就倾心了这样的宣传呢 帮我理发 剪发十几年的理发师 他推荐给我的 说是有一个很神奇的人 能够用气功 涂手 整脸型 去皱纹 帮人治病啊什么的 然后剪完头发呢 他就帮我戴上去 就是带给那个教授了 那个理发师介绍是这样介绍的 他说我们店里引进了一个教授 是我们老板 两年前就想引进他 一直都排不上档期 才引进到的 然后我们老板自己也做 就这样就相信了 相信 就这样就相信了 为什么不信呢 我跟你说 就我这双手 我一摸 你这脸保证就有变化 有没有变化 反了还从了没有 感觉出来没有 没有 没有 那这十次白做了 就你这张脸呢 还得再来十次 还要多骗钱 什么叫骗钱 理疗了 再来十次 做不做 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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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知道自己上当 哎 效果神奇 又是熟人介绍 文女士当即就付了款 文女士表示 当初那位李教授向她保证 六十八万元做十次脸后 就能彻底改变脸型 并且至少可以年轻十岁 文女士接受所谓治疗的过程中 天天照镜子 也没看出丝毫变化 所以我每天都趴在镜子看我的变化 我看到第三天看不到变化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就提出来了 提出来了以后呢 他们就说可能功力还 就是效率还不够 你还要继续做 所以就这样一次又一次 往里头没循环 到第七次的时候还没有效果 他说你的效果可能就要八九次 八九次第十次会有质的飞跃 一直做到第十次 做到第十次还是没效果 他这个时候改口就说 其实像你这样的脸 其实是要做二十次的 就在这时 那位李教授又向文女士 推荐全身打造项目 承诺可以同时帮他 把脸做到满意为止 全身打造的话 他说是一千二百万 可以达到什么效果 可以达到那个明星身材 号称那些个年底 就是那个什么范冰冰啊 什么之类的人都会找他去做 调查期间记者发现 明示造型店里 关于樊桐童术的广告牌 已经撤销 但二楼还是存在 类似的广告宣传 比如微脸青春童颜设计 上面就写着来自意大利 可以瞬间逆转 五到十岁年华 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 与美容店老板 吕文月电话沟通时 他的说辞 与之前记者暗访时 截然不同 完全换了副面孔 那么他们之间是不是真的不认识 而且没有任何关系和合同呢 来看一段记者之前暗访到的画面 再来听听当初 这位吕老板是如何描述那位李教授的 那么文女士支付的68万元 又是落到谁的手中呢 提出称的这个项目 是不是你店里面的 不是 不是你店里面的 是的 不是你店里面的 它怎么会发生在你店里面呢 我们是承包给他自己的 承包给他的 那最后 这个据消费者反映 他刷卡消费的 他的钱是刷到你店里面的账户上的 是你店收钱的是吧 是人家指定的 他只有该托子机 他指定是我的 钱是你收的嘛 对吧 我该给他取他 他该给我的 他该给你的 给你 那他为什么 他跟你一点关系没有 为什么要给你的 他说我承接 目前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 暂扣了美容院的刷卡机 账本 宣传册等相关资料 正在约双方当事人协商处理此事 警方也已经对此立案调查 有句名言说得好 有人模仿我的脸 有人模仿我的面 所以你还真把自己的脸当面了 是不是 揉一下 揉一揉你就能青春永住了 是这样 刚才说是六万八 作为我的同事 我给你两万 我帮你打一下 你别动手 别动手 跟你说有话 我保证雷露不约身体 太坑了 我只想说 咱们各位爱美的人士 咱们别做皇帝新衣的事情 是不是 别让别人忽悠两下 钱财就到别人口袋里了 六十八万 做一个疗程 你还需要一个疗程 还有全身的 一千二百万 我的天 那怎么想的 注意甄别 啊